作为Take-Two公司2019财年第四财季收益报告的一部分,收习执行官Straszelnik在一次财报电话会议中,提到了上述作品的最新销售数据。 不过,荒野大标客2的销量增速,已明显放缓在上一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中,Take-Two曾公布游戏的出货量,已达到2300万份,而这次只比上一季度的销量,增加了100万份。 Take-Two对该做的持续销售,仍旧抱有信心。Straszelnik透露,荒野大标客Online,将会在本季度内结束测试状态。 他还表示,荒野大标客Online,在其生命周期中的表现,要比GTAOnline,同期更加出色。 不过根据SuperData之前发布的数据显示,荒野大标客Online,总体表现良好,但其营收能力还没有达到,GTAOnline,的高度。 在今年1月份,荒野大标客Online,的收入,只有GTAOnline,的五分之一。 Take-Two在最近的财报会议中,没有透露,荒野大标客Online,及GTAOnline,的营收数额,或是每月活跃用户的具体数字。 但该公司明确表示,有超过9000万名玩家,参与了二星旗下游戏的在线模式。 Take-Two首席执行官Strax Zanwick表示,公司在第四季度的运营成绩十分强劲,这得益于GTA5、GTAOnline,和NBA2K19的表现,最关键的还包括荒野大标客2的持续销售。 这些成绩让Take-Two在2019财年得以变得辉煌。